李文的去世引发了网友热议与思考 然而近日 台湾媒体又揭露了疑似李文婚内协一书 其内容令人唏嘘不已 在离婚申请中 李文表示 他在2017年曾两次发现丈夫乐玉明出轨 并且对方没有按照约定中止婚外情 这让李文十分失望 两人之间的信任感完全被破坏掉 最终导致李文抑郁症加重 更令人心痛的是 2022年8月 李文被确诊为乳腺癌时 丈夫乐玉明居然在西班牙的小岛上开游艇派对 对其不闻不问 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 李文就已经死心了 两人开始了分居的生活 因为香港地区要求夫妻双方分居两年才能办理离婚手续 李文在两人分居一年时选择自杀 这就代表了 乐玉明依旧是李文法律上的丈夫 但从道德上来说 李文早就和乐玉明没有关系 这个说法与早前乐玉明的高调发生截然相反 在曾经的报道中 乐玉明声称媒体故意炒作 捏造事实给他带去更多负面影响 看来 乐玉明从一开始就没说实话 李文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幸福 他嫁二婚老头 自掏1.5一半婚礼 为了爱情九次被孕未果 这场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好了 通常情况下 倒贴的女人会被认作不值钱 因为没良心的男人通常不会认为你是通情达理的女人 乐玉明能娶到天后李文俭只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没有付出什么心血的婚礼 自然不懂得珍惜 李文的悲剧从他出生前 积天就注定好了 1975年 李文的父亲因病去世 此时距离李文出生还有积天 很多人都说 李文是个命硬的女孩子 甚至告诉李文妈妈 养三个孩子不容易 不如放弃那个最小的 这导致李文的性格十分敏感 总是会想办法讨好别人 怕自己被嫌弃 2010年 李文和大他16岁的乐玉明举办婚礼 很多人都搞不懂 他为何要嫁给这个带两个女儿的老头呢 并且 李文对丈夫百分之百信任 更是自掏1.5亿举办婚礼 自己把自己嫁掉 回归家庭的天后 对辉煌的事业没有一点眷恋之情 甚至是乐玉明的两个女儿为亲生 付出了很多感情 除此之外 他还扎了上百针去做试管 为了就是能拥有两人的爱情结晶 令人默想到的是 乐玉明风流烂情 对李文的深情满不在意 或许 乐玉明根本就没有爱过李文 只因为李文是国际巨星 他只想享受他带来的赞美和掌声 给自己贴金罢了 对于李文的评价 网友一针见血 她是个看似开放 实则传统的女人 假设遇到同样的问题 相信邓文迪永远不会抑郁 与其祈求别人爱你 不如找个有能力的男人 帮助自己飞黄腾达 实现自己的理想 人总要面对孤独和现实 清醒一些 才能走得更长远 假设萧亚轩遇到同样的问题 相信他会更快乐 萧亚轩享受单身的快乐 也享受恋爱的甜蜜 明知道在这个物质的社会 男人靠不住 倒不如看开点 及时行了 假如网红叶海洋 遇到这个问题 他断不会将就 会及时止损 男人不是人生中的必需品 拒绝将就 做个幸福指数高的女人 岂不快乐 或许李文太趣爱了 他选了一个不中用的男人 浪费了11年的大好时光 令人惋惜 2023年9月19日下午 好声音起诉李文经纪公司 华纳音乐的新闻冲上了热搜 这不禁让众人的目光 再次聚焦在了两个月前离世的 coco李文身上 作为首位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 华人歌手 李文可谓是一代顶流女歌星 但是就在2023年7月5日 这名曾经带给基带人 美好回忆的华人之光 却因长期经受抑郁症的困扰 而猝然离世 李文的死讯 在引起全世界歌迷悲伤难过之余 令人默想到的是 李文的死因 背后竟然还牵扯出了不少纠纷 网络上 先是传出了李文老公乐玉明 在与李文结婚后 依旧寻花问柳 被乐玉明否认 而李文既女对此也并不体谅李文的情感往事 而后又传出了 乐玉明和李文家人之间 存在助李文遗产之争 各路消息满天飞 真可谓是让人死后都不安宁 然而 在这些真真假假的争论中 有一条关于浙江卫视 中国好声音 节目组苛待李文的消息 却一下子引得满城风雨 原来 有视频和录音爆料显示 李文在参与录制 中国好声音 节目时 屡次受到节目制作人的刁难 有部分学员爆料 在中国好声音的规则里 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现场投票计时 只有肯花大价钱 打点节目的音乐人才会被留在舞台上 而李文所在的那一期 他所带的学员明明在现场得到的票数是高出他人的 但是 好声音的节目制作方却告诉李文 按照中国好声音的赛制 这个学员就是末法晋级的 对此 李文感到十分愤怒 但他的经纪人却告诉他 中国好声音 这个节目11年来都是这个样子 没有一个导师可以改变 这时 李文才知道自己参加的 好声音 并非什么公平公正的选秀节目 而是被资本裹挟的一场交易罢了 愤怒的李文为了学员的利益 在节目录制现场抗争 许多观众也都在场声员李文 但中国好声音 节目组又做了什么呢 眼见阻拦李文不成 他们甚至要动手强行控制他 吓得李文直呼不要碰我 彼时的李文身体已经有了很大的问题 他的左膝关节经常剧烈疼痛 有时甚至不能站立 但好声音 节目组显然并不在意这些 节目播出后 李文为学员而战的场面被剪辑得前前进进 人们看不到一丝踪迹 而能够被播放出来的 则是好声音 节目组想让观众们看到的比赛和结果 李文和其老公 家属之间的纠纷是真是假人们不得而知 但好声音 节目组重重行为 一下就引起了重怒 广大网友纷纷要求停播该档节目 并要求他们向李文道歉 谁知 疑似 中国好声音 节目导演的人却公然回应道 谁让他影响我们录制 虽然随后在舆论的压制下 他发表了道歉言论 但其嚣张态度仍然让许多人倍感愤怒 现如今 关于李文的纠葛依然没有结束 亚洲华纳英乐娱乐咨询有限公司 是李文生前所在的经纪公司 也是陪助李文一路风雨走过来的 而 中国好声音 在此时 选择起诉该公司 虽然起诉员由尚未公布 只知是合同纠纷 但是一想到李文留下的那摩多艺术作品 背后的潜在价值 也就大概可以推测出 中国好声音打的是什么算盘了 对此 网友们都忍无可忍 认为 好声音 制作方将李文枪害至此 还要在其死后吸血 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不得不说 好声音 制作方也真是够大胆的 在节目停播 尚未给出调查结果之前 先行起诉了李文的经纪公司 真不怕舆论哗然 还是已经无所顾忌 除了起诉李文经纪公司 好声音 制作方还公开发文 以经委托律师 就有关故意捏造散播虚假不实 资讯损害 好声音 节目品牌形象和商誉的网络 造谣行为 诸如学员转身 费50万元学员 3000万买冠军 等传言 发表了对峙宣言 这是要先下手 为强啊 好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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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声音乐